酒駕鈴容忍 可以說是全民共識 但還是有很多民眾沒在怕 今年的春節期間 從除夕到年初六 全臺己方 一共是取締了八百九十五件的酒駕案 當中還有兩起酒駕死亡車禍 現在警方除了是加強取締之外 同時也會針對這些酒駕嫌犯 飲酒場所的業者 來進行溯源 記得你酒駕過幾次嗎 酒駕冠犯每一次的僥倖上路 都潛藏著奪命危機 去年底高雄男子無照酒駕上路 撞上過馬路的四口人 一死三傷天倫夢碎 防止酒駕全民都有責任 而警政署出招了 不少酒駕的民眾 他們在上路之前 可能是在酒店 在KTV 或者是在餐廳喝酒 現在警方也會針對這些店家 進行溯源 看看這些業者 他們在這一起酒駕案件當中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過去就有立委提案 店家這類供酒者 沒有勸阻酒駕也該罰 但如此他律機制 在國內依舊處在 提案階段 警政署下令地方警局 就算針對業者 沒有相關法則也要追 像是春節期間 台北市文山區 就有一名騎士 酒後上路撞上轎車 警方就查到 他是在哪一家店 喝酒的登門規勸業者 但今年春節除夕到大年初六 全台就發生兩起酒駕死亡案件 受傷案件也有七十八人 酒駕總數多達八百二十八件 雖叫去年減少 但短短七天 全台就移送了五百九十五件酒駕案 數量降低卻依舊驚人 顯見防治酒駕 仍是全民的重要課題 記者萬家瑋 陳玉璇 台北報導